3月18日在四川南寿 集中疗养休假期间 为活动精苦放松心情 四川援助湖北 对六批医疗队跳起广场舞 来自绵阳市的南护士姚平领舞 动作妖娆引爆全场 绵阳市第三个命运 四川第六批医疗队 叫什么名字 姚平 平时在酒店里面 在家里面短练就行 看那个家事 腰绕如一条水色 这个柔人度恐怕很多女生 都要自探不如 平时每个死来年的碰打工地 恐怕也调不出那种感觉用 而这位男护士也说了 平时在家呀 他就很喜欢这些 看来还真是广场一分钟 家里十年工啊 关键时刻 能够撑得住场面 平日在家 还得多锻炼 近日 重庆一文化公司 主动上门找到郑大爷 郑大爷把好消息告诉朋友 不少大爷大妈欣然通往 可是到达目的地 大家傻眼了 大爷大妈被大巴车一路拉到盛东山附近的龙凤山陵园 这哪里是去旅游啊 简直就是一趟直接把我带走啊 拐不得人家要不要脏话 这些大爷大妈的心理阴影面积 那是巨大无比的 骗到景点 买点高价的玉器珠宝 当地的特产等等的 这种刚才也说过 见多了 直接把你骗起起残官 真不无敌 哎我的天太缺德了 商家无良宣传营销应该得到处罚 要不然这种陷阱啊 它总是屡禁不止淡 另外对于大爷大妈们 咱们也得多叮嘱几句 天下没得免费的午餐啊 给你一个美好的小便宜 最后也许就是更大的陷阱 老人们多多少少都是很节约的 因此面对消费陷阱 像这样18块钱的低价团 咱们一定得擦亮双眼 切勿贪小便宜吃大亏啊